想要民主你得有风度 想要革命的话你得有种 骂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但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带到世界第二这个位置上是不容易的 可见海外反共的这些势力 他们的目的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也不需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 爱国与相信中国的执政党 这两个事本身也不矛盾是吧 既然要搞暴力游行 何必要戴着面罩呢 知道没脸还要干的意思 他们是支持谁能搞乱中国 他就支持谁 但是在建国70年中所取得的成绩 你看不到 那就说明你像 好像说我人不在中国 我就不能骂你 民族的自豪感和你的居住地 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说中国到底是崩溃还是威胁呢 年年一边崩溃一边威胁 你说你们到底能不能给个准化 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 你是要一个一点不贪污 但是啥事都不干的政府 还是要一个他贪污了 但是也拼命地做事情的一个政府 别人的意识形态我们无法干涉 但是在面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 我们保持足够的自信就可以了 他不比我们强什么 就是大多数的台湾的政论节目 就是几乎从来就没有公正客管过 教你们一句东北话 对不起滚犊子 70年后的今天 依然是哪个党能给我带来尊严 我就选择谁 能让我挺直腰杆做中国人 能让我不再被外国人欺负 能让中国的发展 不再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 我就选哪个 你说打架动手 你们打不过共产党 骂架搞宣传 你又骂不过共产党 撒钱 你又撒不过共产党 你说就你们这个文韬武略经济实力 凭啥让中国人卖命跟着你们干 既想装有骨气 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 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祝你们今年看颁奖典礼能开开心心 顺便吃两包榨菜庆祝一下 蔡英文你听好 2300万人的民意是民意 14亿人的民意更是民意 你的台独妄想 就算把整个台湾都搞死 再绑架2300万台湾人 给你的权力 私欲 陪葬 也终究是妄想 因为中华民族 从来就不喜欢当第二 也正是这样的民族性 推动着我们中国向前发展 现在 我们命保住了 也发财了 开始向往星辰大海 要知道 我们不是因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才成为强者 而是成为强者之后 自然而然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我们要统一的 始终只有台湾道 而不是台湾人 认同 我们就是同胞 不认同 也无所谓 他们天天喊的人道主义 这时候 以飞般的速度消失了 这想钱想疯了吧 用不用烧给你们 在这里 党和人民再次向你们 和你们的祖宗十八代 致以亲切的问候 所以我们中国人抵制日货 是为了逼迫日货 退出中国 而韩国人抵制日货 是求求你 把日货卖给我 为了推翻共产党 偷经济建设的成果 民主 最最最幼稚的解释就是 人民做主 伟人 之所以是伟人 因为他们勇于探索未知的未来 失败者 之所以失败 因为他们只会 批判过去的过去 别跟长脸说其他的什么 他妈废话 这是国际惯例 中国人的尊严 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去打拼 8192 这里是辽宁舰 前方空域已清空 我舰将派 552 553号 双击编队 接替你执行 海岸巡航任务 8192 收到请回答 完毕 熟悉不熟悉 亲切不亲切 只讲民主自由 辟点利益都不给 中国海外为何 西部人民吃草 中国开造航母 西部人民吃草 中国发展沿海 西部人民吃草 中国开发西部 都是贪官无力 中国惩治贪官 来我们村看看 中国惩治村官 只是找替死鬼 不是中国人的 童话能力强 而是童话后 才是中国人 爱国 爱的是什么 是养育过我们的土地 是相同血脉的民族 是渊源流长 厚重的文化 碰上立场 不同的法官 这他妈跟一个仇人来审你 又有什么区别 于是美国的底层们 就选出了特朗普 而特朗普 又遇上了习大的 长脸他妈只想说 猪被养肥的时候 在哀宰被放血前 也他妈是这么想的 大号是中华 孩子 这是你的家 庭院高雅 古朴 亦显风貌 他的大号 是中华 孩子 这是你的家 红砖顶壁瓦 祖先鲜血 洒在砖瓦上 汗地 用作栽花 枯了树干 再生花 结果种担 再上吧 黄岩 传万代 为家邦 也为你血中的那份特纸 世代留下 谁敢进住你的家 孩子 赶走他 不计他 鼠摸狗 道 要似你祖先 尽一力 为了这国土 把热血 撒 胜利 既是正义的保障 口径 既是真理的依据 射程 既是和平的范围 这也解释了 国民党 为什么像狗一样 被撵到了台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长脸 刚才看了一个香港媒体的新闻 一个香港的女孩 听说去机场可以拿钱 然后就去了 到了机场 被要求举牌 然后又要猛眼 女孩觉得说 反正都可以拿钱嘛 所以也都照做了 做完这些成套的戏之后 女孩本以为可以高高兴兴地拿钱走人 结果被暴徒们要求 查手机 发现手机的聊天内容 不符合暴徒们的意思哈 然后暴徒们就把他那个手机给摔了哈 手机屏幕也都被摔碎了 女孩表示说 不打算今后再参加这种游行示威活动了哈 但是他那个师姐 就威胁他说 公布他的个人资料哈 然后毁了他前途 然后女孩表示 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常来想对这个女孩说哈 那个 就一个字哈 该 你收钱卖身 你当然不就得听人家进驻的吗 收钱参加游行示威的女人哈 其实和机院里那些收钱卖身 那啥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哈 但还是可以给这个女孩一个建议哈 你可以先举报你事件哈 然后做个污点证啥的 等将来局势平定下来之后哈 收拾这帮暴徒的时候哈 争取少叛几年 现在的香港哈 其实就是国际上的一个孝子哈 汽油弹袭击警察 白断警察手指 殴打记者哈 用中文骂人 用英文卖惨 装可怜 这帮暴徒其实是没有底线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也没有允许说的报名 可以接管机场 接管机场 其实就等同于政变 那如果是政变哈 就可以出动军队阵阳 袭击机场 地铁站 警察局 军营哈 这都可以视为是恐怖主义活动 当然有些暴徒可能会觉得 睡飞机场大厅哈 总比随自己家的太空舱要好 常年想劝劝这帮暴徒哈 奶泡妈宝没有资格搞革命 你们断奶了没 以为你们能演出一部香港武侠片哈 结果发现是一部沙雕剧 你们成功地把自由民主 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你们拿着一个锤子哈 然后对着自己的父母说哈 我要那个玩具 你不给我那个玩具哈 就把家拆了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哈 说这帮暴徒想打金融 占几对银行哈 一边吃饭一边看的哈 差点没笑喷了哈 最简单的道理哈 你想取钱 你首先得有钱吧 任何国家都一样哈 有钱人谁上街又行 然后据世界上最公正客观的三立电视台说哈 那个已经取出了两百八十一万港元的巨款 这帮暴徒怕是穷疯了吧 长脸在这给你们加油哈 你们离胜利不远了哈 还差两千亿美元左右是吧 这两天所谓的自由媒体们哈 为了转移话题哈 开始讨论傅国豪被打的那个视频的细节了哈 比如傅国豪出事没出事记者证什么的哈 那长脸就觉得挺好笑的哈这个事 这玩意有关系吗 不是记者就可以随便打呗 机场被你们这帮暴徒称包了吗 你们是不是把机场当成你们家热炕头了呢 想咋的就咋的呀 我们不想和那些民主专家哈 然后比如说像赵少康哈 给那探讨在那东扯西扯哈 不管他是记者警察公务员教室 还是啥别的职业哈 都不允许被殴打 暴徒们整天强调自己的民主自由哈 却把别人的自由踩在脚下 民主自由不是撒坡打鬼 更不可以乱用私刑 在民主名下杀人他也是杀人 口号哈你再响亮也没用哈 也掩盖不了你们懦夫的行为 民主自由也要约束在法治下哈 没有法治哈 今天你是施暴者哈 但是明天你有可能遭受更大的暴力的打击 中英联合声明里说的很明白哈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哈 香港可以保留现有的制度哈 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保持五十年不变 根本就没有政治制度上的详细的描写哈 就连BBC主播都说了哈 你们像共产党要的东西哈 英国就从来就没给过你们哈 你英国都没给过你们你们凭啥管共产党要 其实现在香港享有的自由哈 是北京给你们的哈 不是英国人 北京想收回就收回哈 这么不喜欢现在的一国两制的话哈 我觉得一国一制也不错哈 军事管制就更好了哈 所谓的民主竟然能将一个个好好的人类哈 变成像你们这样乱用私行的魔鬼 感谢暴徒哈 让世界看清楚了这些人眼中的民主哈 也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线了八九年天安门六四清场之前的乱象 最后加一句哈 你们的教主罗冠聪已经去美国读书了哈 你们这些吃瓜的群众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说实话哈 这几十年也过去了哈 中国要是再不崩溃的话哈 我就崩溃了 至于香港哈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 回到他该拥有的位置就好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常烈 刚看了818香港游行的直播哈 什么纸黑包纸警乱什么的哈 有点没整明白哈 这帮恐怖分子说的警乱到底是啥意思哈 到底是谁在使用暴力搞乱香港是很清楚的事情 全世界都看见了哈 包括一些外国游客都说哈 香港警察已经足够克制 克制到已经让人觉得有点软弱的感觉了哈 在美国警察面前哈 你摸一下兜被击毙 然后有人说这叫民主哈 香港警察制止暴乱哈 反而叫警报 还有一些民豆说哈 那个政府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说出这种话的人哈 你要不就是没有脑子哈 要么你就是别有用心 你们是要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拿着英美国旗的恐怖分子谈判吗 你们怎么不要求美国政府去和普拉登谈判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和恐怖分子谈判 今天的香港啊 几个美国特务英国神父就可以煽动起一些愚蠢的年轻人 和他们的父母反目成仇 破坏自己的家园 用钢珠射下自己同伙的眼睛 还要栽赃给警察哈 就连到场的香港医护人员都说哈 除非子弹会怪弯哈 女暴徒被击中的地点哈 根本就不在警察的那个设计范围之内 其实作为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哈 香港乱不乱其实真的无所谓啊 是香港人喜欢来日本旅游哈 长脸对去香港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希望在国内的朋友们哈 那种地方尽量少去哈 除非是出差呀你做生意没办法了非得去的话哈 尽量少去哈那地方不安全 个人觉得哈香港越闹哈 其实反而对上海呀深圳呢包括海南哈 其实是利好的消息哈 以前香港重要哈 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陆封闭 香港就成为了我们大陆和西方交往的唯一桥梁 它是一个垄断的关口 所以他赚了不少钱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 他这个垄断地位自然而然就没了嘛 所以香港的没落其实是必然的哈 以前的辉煌反而是不正常时代的产物 是时候该让他回归到他该有的地位了 中国的对外口岸城市其实有的都是哈 现在香港乱一点哈 反而对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成长有好处哈 现在香港经济不好是有无功赌的 民主搞成这个鬼样子哈 成了全国的反面教材 因为他经济不好哈 所以最近在东京的药状店哈 经常会看到一些做收银工作的香港人哈 昨天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香港来的女孩子哈 然后他说话有口音哈 以为是广东朋友就主动和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他回答他说是来自香港哈 然后还道了个歉 说的对不起我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好 这种事情是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十年前常年来日本的时候 打工的大多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中国留学生 短短十年哈 现在很少能看见打这种工的中国人了哈 都是印度人 越南人 菲律宾人 缅甸人 包括还有 孟加拉和那个尼泊尔来的朋友哈 香港人在东京打工的人数不多哈 但是这个人数在增加哈 因为懂中文的哈 需要服务那个中国观光客的 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哈 这也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 那说到中国经济哈 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哈 有个在韩国生活的youtuber哈 好像叫文瑞吧哈 天天在那说什么中国崩溃 中国崩溃 中国崩溃 这崩溃了 那崩溃了 常年没记错的话 中国崩溃论都出来几十年了吧 记得小的时候就总是这种论调哈 说实话哈 这几十年也过去了哈 中国要是再不崩溃的话哈 我就崩溃了 中美贸易战哈 谁输谁赢 现在讨论的还是有点早哈 但正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哈 让日本在经济上哈 迅速的就投入了中国的怀抱 有了和中国之间的多个贸易协议哈 日本才敢大胆的制裁韩国哈 所以那个文瑞哈 那个心里应该有点数哈 日本经济现在这么好哈 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好 你在韩国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回到香港的话题哈 常年想对那些暴徒说哈 香港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哈 其实在乎的是国家哈 只要国家整体发展的好哈 我们在外边就有面子哈 至于香港哈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 回到他该拥有的位置就好哈 好了今天就聊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举个例子哈 就是你和你爸爸在家签了一个跳约哈 签了一个合同 然后就把我家的那个电视机爆走了 那岂有此理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哈 刚才看了一个台湾播主的一个视频哈 是采访大陆游客 然后问这个大陆游客是支持韩国瑜 还是支持柯文哲哈 然后视频里那个播主就和那个大陆游客 因为统独问题在那斗嘴哈 然后里面有一些历史知识错误哈 我们一会儿展开聊哈 那现在先回到他那个采访的问题哈 那个如果这个是问长脸的话 那个无论是柯文哲还是韩国瑜哈 我长脸都不讨厌哈 然后理由一会儿再说哈 但是虽然不讨厌韩国瑜和柯文哲哈 但我是真的不喜欢蔡英文哈 不喜欢蔡英文 其实理由有三条哈 这三条理由不含意识形态哈 第一条哈就是长脸听不懂他说话哈 就无论你是支持那个统一 支持独立 还是支持维持现状哈 你的表述至少得让我们能听懂哈 不信可以问问台湾的朋友们哈 你说他这么多年的那么多发言 你们到底能听懂多少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也好 就算咱们普通人也好哈 你自己的主张如果你都说不明白的话哈 就证明这个人逻辑思维有点问题是吧 你把一个国家也好把一个地区也好哈 交给这么一个逻辑思维有问题的人哈 这个是很危险的第二条是他因为他那个英文说的不好哈 这个长脸倒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会外语哈 但那个他在海外留学了这么多年哈 就长脸就想问哈这些年他都干啥了 真的有好好学习吗 那个严重的怀疑他在海外留学期间哈 整天就是混日子哈 而且又不善交际哈 就哪怕你不好好学习哈 你在海外有很多朋友 经常参加一些party的话哈 你的外语也不至于说的那么糟哈 前两天哈那个 有个群友问长脸哈 说那个长脸呢你那个日语现在说的有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是这么回复他的哈 我说那个长脸来日本已经十年了哈 那个如果日语再有问题的话 那就不是日语的问题了哈 那是智商的问题 所以这句话也送给蔡姐姐哈 长脸不喜欢他的第三条理由哈 是觉得他这个人没有魄力哈 没有决断力哈 那台湾朋友们 你个不妨可以回顾他这三年哈 看他到底做成了什么哈 真正对经济民生包括台湾的发展哈 他都有哪些贡献哈 有哪些政策法案是支持台湾经济的 以上三点就是长脸不喜欢蔡英文的主要理由哈 那回到视频里那些历史知识上的错误哈 那个长脸想在这展开的聊一下 主要就是那个博主一直在说哈 那个马关跳约马关跳约马关跳约 这个没错哈 确实大清战败 然后和日本签了一个马关跳约哈 把那个台湾包括澎湖哈 那个搁给了日本 然后又又赔了两一两白银哈 那个博主说那个马关跳约这个没有问题哈 但是你为啥不强调一下子开罗宣言呢 长脸在这合理的怀疑哈 是不是台湾的教科书里没有关于开罗宣言的那个内容哈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在这给大家科普一下 主要内容一共有四条哈 第一条就是中美英三大盟国哈 坚持对日作战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第二条哈 是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哈 在太平洋区域所占领的一切岛屿 第三条哈 重点来了哈 日本自中国人所得到的领土 比如满洲哈 就是我的家台湾澎湖群道归还给中国哈 其他日本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哈 勿将日本驱逐此境哈 第四条哈 是我三大盟国念之朝鲜人民所遭受的奴役的待遇哈 决定在相当时期哈 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哈 所有有些博主哈 那个聊历史可以哈 但得多学习哈 你不能选择性的这个条约对你有利了 你就说这个条约 然后无视另一个条约哈 因为开罗宣言和波士坦公告哈 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哈 还有很多朋友哈 喜欢拿旧金山合约说事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哈 因为我在日本哈非常了解旧金山合约哈 旧金山合约哈 旧金山合约是美国和日本单方面的构合的一个条约哈 这个中国是没有参加的哈 你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哈 都没有派人参加这个签约仪式哈 更没有签字哈 所以你说你让我们承认旧金山合约不是闹你吗 举个例子哈 就是你和你爸爸在家签了一个条约哈 签了一个合同 然后就把我家的那个电视机爆走了 那岂有此理嘛 其他的不展开聊了哈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哎 那个正好还能给那个大陆人民示范一下哈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哈 就长脸觉得他已经又知道哈 以为他那点破网红流量哈 就能让某国庇护他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哈 那昨天看了新闻哈 那个香港警察 然后在被袭击之后哈 第一次掏枪 然后只是鸣枪射警哈 没有打到人哈 让我们不仅想到哈 如果在灯塔某国的话 那些游行示威的人哈 就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次了哈 那个香港这帮青年哈 这几天不出意外的将这个活动升级哈 长脸在这怀疑哈 可能是他们后边的主子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哈 说实话哈 那个暴动刚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看的还是挺激动的哈 而现在哈 大家可能只有一个想法哈 那就是随他们去吧哈 那个把家拜光了哈 那也就消停了哈 某些势力哈 那个有本就满足七百万人的欲望哈 那个只投入哈 没有产出的话哈 看看到最后是谁着急哈 你继续闹上个一年两年哈 对我们也无所谓是吧 你们打也好 杂也好 都是在香港哈 你对那片土地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哈 那个至于普通的香港市民哈 那个不能好好工作 不能好好生活 然后孩子也不能好好上学哈 那个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哈 怪你们自己太软弱 那个中央的基本盘在大陆哈 就香港乱成什么样哈 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哈 那个正好还能给那个大陆人民示范一下哈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哈 然后长脸回到那个大陆律师那个陈秋实那个事哈 这里简单的展开多说几句哈 那个他的言论哈 长脸就暂时就不在这重复了哈 因为YouTube上全都有 人在这里长脸想说哈 一个法律工作者哈 讨讨论问题哈应该回到法律本身哈 而不是选择性的失明哈 自由的前提是法治哈 没有法治哈 任何人都可以以一个崇高伟大的口号为借口 来侵害别人的自由哈 美国华尔街游行哈 一天就死了40多人 香港这都两个多月了哈 警察没有打死一个人 这些事实哈 陈大律师只字不提哈 你这种人哈打着法律良知的旗号 实际上是为了个人出名哈 为了个人去海外发展哈 做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哈 然后碰碰香港的词 就长脸觉得他已经又知道哈 以为他那点破网红流量哈 就能让某国庇护他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了我们下一期再聊 拜拜